今天教大家如何制作香菇肉酱 拿出我们的折柄绞肉机 放入包蒜器 倒入蒜蛋 盖好盖子 开始包蒜 换刀头 倒入包好的蒜 打成蒜末 倒入生姜块 搅碎 倒入香菇块 搅碎 倒入五花肉块 搅成肉末 锅中倒入 剩下肥肉 翻炒一会儿 再把剩下的肉倒进去 炒熟后盛出备用 锅洗干净后再次倒油 下姜末 下姜末爆香 加入小米椒 加入四勺黄豆酱 分炒一下 下肉末 下姜末 倒入香菇碎 倒入香菇碎 翻炒几分钟 加入花生 生抽 料酒 蚝油 蚝油 鸡精 老抽 两勺白糖 辣椒面 翻炒均匀 加入白芝麻 最后翻炒几分钟 美味的香菇肉酱就做好了 盛出 多的还可以装进密封罐里储存起来 平时可以搭配米饭 面条一起吃 就这馒头吃也很绝 快来一起试试吧